好的 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对华政策演讲 这篇演讲被外界解读为像是一篇剿共习文 那么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也发表了双十谈话 在谈话中她强调 捍卫台湾主权和安全的最佳方式 就是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不可或缺 并被认为是呼应彭斯副总统的反共宣言 亲美而批中 那么北京方面则是批评彭斯的演讲 是充满冷战思维 还有唯美独尊式的傲慢和偏见 并指蔡英文的谈话 充斥两国论与对抗的思维 那么今晚我们就邀请两位政治学者 为大家深入地来分析 并对照这两篇重要的演讲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方宇 你怎么看彭斯演讲中有关于台湾的部分 还有美中两国是不是走向长期对抗的一种态势呢 方宇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当然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演讲 它标志的是一个美国对中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典范转移 我们说是paradigm shift的这个部分 那以往呢就是美国普遍的共识是说 就只要我们跟美国 就是美国只要跟中国多交往 那就是自然而然的 中国就会走向自由化以及民主化 甚至更加开放 那显然的就是现在 就是越来越多人们认识到这件事情 其实是没有再发生的 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 中国其实反而是背道而驰 然后就是并没有走向更开放 反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造成非常重大的威胁 那彭斯在这个演讲当中 他强调的是第一 民主自由贸易开放 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第二是美国其实并没有要消灭共产党 他们他们讲的是说 必须希望共产党 就是中共能成为一个就是自由民主 这个自由化开放的这个政治体跟经济体 同时他提到的是台湾是对中共的这个政体 这个民主政治呢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的作用 那其实中国在短时间内这个崛起 当然是就是挑战到了美国 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所谓霸权的这个地位 那在过去美国呢 对这样的这个状态呢 是非常的这个 就其实作为是非常有限的 但现在呢 其实整个这个风向已经就是改变了这样 那中美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是走向呢 就是越来越竞争的这个关系 那么到底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全面的这个 所谓的就是冲突呢 其实还不太不太一定会这样子发生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当中的角色 就是说美国仍然是强调所谓一中政策这个重要 那显然之后呢 会就是在这个一中政策方面 也是会有一些调整的 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示范作用的角色嘛 那但是呢 并不会有什么太重大太根本的这个转变这样子 好的 非常感谢方瑜的分析 我想请教在台北的黄玉京先生 这个我们上个星期海峡论坛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 请了两位历史的学者来解读 从历史的众生来看彭斯的这篇演讲 是不是一篇反共宣言 当然也提到过去美国和中华民国并肩抗战的一些历史 那么今天我们是提到两位这个比较年轻时代的政治学者 要从美中台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角度来看 彭斯的演讲是不是也把美中台之间的这种外交假意 刚才这个方瑜提到这个价值上 民主价值跟这个威权体制之间的对抗 成了一种价值观上的对决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台湾究竟是应该在这场美中争霸战中 保持一种等剧的应变方式呢 还是说选边站对台湾比较有利 您的看法何分析 是这个第一点 这个彭斯今天的这样子的谈话 他把这样子美中的这所谓的两个国家的对决 提高到一个可能是价值之间的对决 所以他不断的提到这个民主的价值 跟过去的这个社会的这样子世界上的秩序 那很有意思的一点提到就是说 他提到了台湾是中国民主的典范 这个事实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已经很少听到有这样子 这么公开的美国这个官方的这样子说辞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那我觉得他反映出来的一个美国的大的政策的战略上呢 是已经从这个原来的对于中国的希望的去跟中国做engagement 他某种时候是在做一些修正 他是在做一些修正 但是他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大陆能够走回 美国设下了这样的自由次序嘛 那这是一个层面 那第二个层面我认为潘思今天的谈话 虽然不是就他里面的内容 虽然不是一些新的一些政策的内容 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代表的是全方位的 对中国大陆一些冲突 我们能够看到的 他不管是讲到说这个科技啊 他有提到中国这个2025啊 讲到民主啊 讲到这个安全啊 所以他是已经不是一个局限性的 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一个谈话 那接下来潘思的谈话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第一个他是副总统 所以他不像过去很多类似美国这样的谈话 会是有比方说国务卿啊 或者是这个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他是副总统 而且我们过去知道在川金会的前夕也是有潘思出来谈话 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的是 在这样的新型的大国关系 就是这个潘思口中的Great Power Competition里面 美国除了是嘴巴上的口惠之外 他真真正正要投入多少的资源 我们只有了解的多 他美国真的要投入多少资源 在这一场所谓的美中的这个冲突里面 我们才有办法知道台湾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那我们先用很笼统的讲 台湾可能有两种角色的扮演 一种角色就是他可能会变成 这一场美中之争的受害者 因为台湾有40%的出口 都是到中国大陆去 那另外一种可能在国家安全的角度上来看 台湾跟美国的合作能够更深入 因此台湾可以得到我们想要得到利益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评论这个还太早 我们还需要再让子弹飞一回 就是需要wait and see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川普这样子的一个 很容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 比方说他如果11月跑去G20 你跟习近平见面之后会有什么改变 或者是说11月美国启动选举之后会有什么改变 我们虽然知道说美国的国会 跟美国的这些国安的这些幕僚是支持台湾的 但是我们不能去忘记就是说 美国这些以商业利益为主的这些官员 他是支持大陆的 所以我们在不清楚美国他的commandment的情况之下 台湾现在最好的是还不要选变战 稍微再观察一回 然后看接下来的走向会是什么 好的稍后刚刚郁军提到了 可能即将在11月举行的特席会 稍后我们也请两位来宾 在下半场跟我们进一步来做一个解析 不过再请两位来宾进一步跟我们解读 蔡英文总统的双十谈话之前 我们想来看一下 因为彭斯副总统在他的演说之后 特别提到哈德逊研究所的 中国战略中心的主任白邦瑞 Mike Pillsbury 那他也是百年马拉松这本书的作者 百年马拉松是这个说是冲中国 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这样的一本书 那么白邦瑞也被在华府的政策 军认为说是有向彭斯副总统的这篇演讲来献策 可以说是这篇重要演说的一个推手 那么美国之音VOA卫视的记者钟成芳 上周三也在华盛顿的双向元 特别为大家采访到了白邦瑞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访问片段 钟白邦瑞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通过最好请蔡英文来北京 把话 但林安占代表什么 他是一个老头子 蔡英文来北京 这个看法对这个世界 会有我们的巨大的贡献 好刚才白邦瑞是在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访问的时候 这个呼吁北京如可以的话 邀请蔡英文总统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就把我们的焦点转到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在10月10号发表的这个双十谈话 请大家来解读 那我先想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方言看看 你怎么解读蔡英文的双十演说 当然有人认为说蔡英文的这篇双十文告或是谈话 是呼应彭斯副总统的这篇演讲 甚至是被解读为是拉美亲美来抗中 那么国台办北京方面则是配合内容是 充斥了两国论跟对抗中国的思维 想听听看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好的就是其实从历史来看 就是台湾在中美两大强权的这个竞争之下 从来没有所谓的什么拉谁抗谁的问题 因为从1949年以来 就是台湾就是靠着美国的军事 以及经济的各方面的援助 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 今天这个成就 甚至台湾的民主化 其实也是就是美国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力这样子 那中共在各方面就是宣称 一直宣称台湾属于中国嘛 所以台湾根本没有什么要不要选边站的问题 台湾从来一直以来都在美国这一边 所以我一直很搞不清楚 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不要选边 我们还要在wait and see 其实根本不用wait and see 因为美国现在很明显的就是 他就是在逼迫在全世界的状态之下 他跟所有的盟友讲说 你就要给我清楚的表态 你就要赶快来 我们要从双边关系开始做加强这样 那所以台湾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没有什么好wait and see的这样子 那很多人常开玩笑说 只要国台办批评的这个事情 代表台湾方面应该做得不错 所以说你看就是国台办 已经大力的批评这个蔡英文总统嘛 所以代表就是他的这个谈话 其实是有扣连到这个主题的发展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演讲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直接回应的这个彭斯 那第一他当然是讲民主自由这个部分嘛 那这个当然不用讲 这是台湾立国的这个根基 第二方面是蔡英文在演讲当中 也不断同时的不断释出善意哦 他一直讲说我们不要升高对抗 希望中国更加的自由开放 这当然都是 这当然都没有要针对中国搞什么对抗什么事情 因为其实一个自由开放的中国对台湾来讲当然也是好处嘛 因为我们有非常就是紧密的这个经贸的连结啊 那而且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年来 蔡英文一直不断的在强调说 我们要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啊 然后同时蔡政府也从来没有要推动什么改国化的公投啊 也没有要换国 甚至连一些非常的这个象征性的一些 比如说国歌国旗这种非常跟宪政体制完全无关的这些事情 蔡政府都完全没有讨论啊 所以说蔡政府释出的善意其实是非常多的 一直不断就是从他就职开始就一直不断在释出善意 很可惜啊 我觉得北京就是一直有点像是在放录音带式的 每次看到蔡英文出来讲话就先批评再说 那就是而且北京一直说都是你们在挑衅 都是你们在挑衅 那其实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全世界的状况下 都觉得现在的麻烦制造的其实应该是中共这边 而不是台湾这样子 对谢谢 好的感谢方宇 那么玉京我想把这刚才方宇谈了两点啊 就要出来请教你 一个就是说好像他认为说台湾其实没有所谓选边站的问题 在美中争霸站当中 或是台湾历来的这个立场当中都是比较亲美的 可以这么说啊 你认为这个台湾究竟有没有在美中争霸站当中选边站的一个问题 其实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再来仔细看这个蔡英文的这篇演说 当然被北京认为是这个搞两国论搞对抗 但是方宇认为说其实还有释出善意啊 包括他提出了四个不会 那么我们不晓得说就是台之间是有默契 还是说美国听得懂蔡英文的这个话中的意思 就是说你看这个美国AIP主席莫健在接受之后的访问 凭这个蔡英文演讲的时候 或是说刚才我们提到说为彭斯献策的白帮瑞 他们其实都认为蔡英文是对对岸释出了善意 并且认为说其实北京应该要接受这样的善意 让蔡英文也有机会跟对岸来进行对话的 但是我们好像看不出北京听得出台湾善意这样的一种感觉 您认为北京有办法听得进去蔡总统所努力要释放的善意吗 郁军 第一个这个台湾当然他有选择的一个空间 是要往哪一边站 但我认为台湾一定要选边站 只是所谓的wait and see是此时此刻还不宜有太大的动作 你说过去因为台湾在历史上跟美国不加亲近 这也是事实 但是不代表说台湾这一次就一定是倒向美国 只是我再次重申 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度对着台湾他必须要选边站 是没有不选边站的空间的 那我们来看蔡英文他讲的四个不会 他第一个他说绝对不会升高对抗 也不会一时激愤走向冲突 那基本上蔡英文他的谈话里面 某种程度上就包含了他现在还在观望 就是美中之间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 才要有更大的一些所谓的一些 他们做出很多决定 我觉得美国今天这个末见的谈话非常的清楚 他已经把台湾的地位已经提高了 所以台湾现在手上是更有筹码的 而蔡英文他手上拿这些筹码 他并没有马上的拿这些筹码去升高两岸的一些 对立的情势 这就是他释出来非常高的善意 这也就是其实末见某种程度上讲的 蔡英文他抛出了一些建设性 有弹性的一些策略 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北京 他现在一直都不愿意去跟着台湾的民意 去做出一些建设性跟弹性的一些政策 这是比较可惜的 因为不管怎么样 蔡英文总统他的今天的双十的谈话 他是代表了台湾现在多数民意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认为北京他应该要做出适度的一些反应 或是适度一些谈话 那当然我们最近听到好像有人在鼓吹 这个习近平跟蔡英文两个人在做会面 我认为如果未来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 历史上的一个会谈的话 我觉得对于两岸或是美中台三方 都是很有利益的一个发展 好的 感谢玉京 接下来我们一把时间 加入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我简单请教两位来宾一个问题 首先先请教在华府的全方宇先生 就是上个星期天在苹果日报 就有一篇谈论这个关于 目前整个全球战略形势的发展 他说战略形势的转变正在发生 我们的安全利益发展都与之息息相关 那么台湾准备好了吗 那面对现在从美中贸易战格局 正热度提升的这个全球国际局势的剧烈转变 您认为台湾是不是准备好了 那么同时台湾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请教在华府的全方宇先生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就是很明显的是在彭斯的演讲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他强调民主自由的重要性 那就是这显然已经被拉高格局 到一种就是文明价值 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 那其实所谓台湾的位置在哪里 那其实是非常好选的 因为我们已经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所以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 太需要烦恼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呢 现在接下来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 譬如说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 可以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 那这个印太战略呢 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美国在今年7月份 在这个印度的印太的商业论坛当中 他们已经提到的是 比如说在战略 政治 军事 经济等等 各层面的一些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样子 那在经济方面 蔡英文的演说当中 其实也有提到这样子的回应 就是他 譬如说他说 就是在经济层面 要再创造更高效率的一些供应链等等 那这个大环境底下 台湾必须要去想办法去扩充 或者是去巩固这些新释放出来的 这个外交的关系这样子 那要去推出一些更具体的合作的项目 必须 比如说在这个所谓民主自由的这个阵营当中 并不是我们说说 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可以了 那当然还要做的事情是 包括在这个贸易方面 要怎么样跟这些更先进国家的合作 他在所谓的南向政策方面 新南向政策方面 合作要怎么样去 镶嵌到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 还有所谓的投资计划 经济教育社会等等各个层面 我们必须要去想办法发挥 我们不只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硬实力 还必须要去发挥所谓的巧实力 smart power这样才可以这样 所以说美国目前已经清楚了这个 就是表态 希望各个盟友都去make a contribution 这contribution就是我们 要去想办法做的事情这样子 谢谢 好的谢谢 传范余先生回到台北 我们请教一下 范余俊先生就是 您刚刚提到蔡总统 在这个目前的变化 局势变化之下 似乎手上的筹码比较多 但这会不会更加的刺激 让台湾变得处境更加危险 其实现在美国停我们 其实台湾暂时还不用担心 您觉得台湾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是更加危险还是更加安全 在我讲他这个有非常多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 我们虽然筹码变多了 但是在这三方博弈当中 我们还是筹码最少的那一方 那如果你有玩过这个 德州扑克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筹码少的那一方 它是必须要每一把都要出手的 因为你如果一旦一直不加 或者不下注的话 你的这个chip就会被 被Blind什么摆斥掉 所以这就是台湾现在目前的处境 所以目前台湾寻求过去的一个整套的一个两岸 以美国的策略来说 我们当然是跟美国是有比较近一方面的合作 那是能不能升级成哪一种全方位的合作 这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 而且它的程度有多少 尤其我们今天碰到的是川普这样子的一个政府 它其实有别于过去美国的一些执政者 它对于一些民主的价值或者社会的秩序 它不是这么能遵守的 它自己就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的 但是我们把这个层次稍微再往高的一个层次来看的话 一般来说因为美台政策上 它在美国它很多 某种程度它跟着美中政策走的 所以在美中这样的情况之下 北京它能够操控的台湾的空间其实变小了 而且对他们来说 对习近平来说 他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议题呢 放到人造炉里面去 让他好好地能够对付美国 或者是跟美国谈达成共识 所以台湾在这样子的高度的 这样子美中的一些这个冲突下 或者我们是说 美国是希望变成一种这种民主 跟非民主的情况之下 台湾应该是在筹码变多 而且应该是可以变得更有空间才对 那我们比较害怕的是说 北京或者我们也不要光讲北京 或者是台北这边有一些 人错判情势之后 去把这样的情势激化了 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但是这样的情形 确确实实是比较有可能 从北京那一段发生的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台湾它是个民主国家 跟美国一样 所以它在这种国际上面的 这种关系里面 它能够能够动的空间是 比较小一下 随时随地会跟着民意的起伏走 那我相信现在台湾的人民 都是希望能够稳定 然后安定 那北京就不一样 北京它在这个层面上 它要对付的不只是国际社会 而是它国内的舆论 那国内的舆论高涨 然后人民又没有真正可以出发 就发出它空间的时候 第一个就变得它很危险 它领导人反正听不到人民的空间 它可以去做很多揣测 那讲出来的声音都是比较极端的 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 但是在大的环境来说 台湾应该回答您的问题 在这样子对决起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环境底下 应该是比较空间 而且未来来说应该是 比较能够有发挥的这个空间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在这个脸书的直播 还有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你有很多的网友进来评论 那我们就精选几个网友们的评论 然后请两位来宾 简单的来做一个综合的回应 杰瑞米柯斌这位网友他说 他认为彭斯的演讲 不是单纯的选举策略 和创造谈判和筹码的一篇演讲 他认为彭斯副总统的演讲 关于贸易战的篇幅很少 主要是谈共匪对美国的渗透 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奴役 那么对中国的部分 也充满着人文的关怀 这些言论他认为都是超出 这个中共预料的言论 非常的一针见血 杰瑞米柯斌认为 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共的危害了 已经开始有组织 有计划的在遏制中共的扩张 这是杰瑞米柯斌的看法 另外还有一个樊军毅 这位网友他说 美国等民主世界的国家 对中共的制裁应该要加大 一定要迫使中共打开党禁 走向民主限制的道路 还有一个网友玉喜 他说从政治上来看 台湾政权从来没有和大陆的政权统一 何来台独呢 从文化上来看 大家同源于中华 又何来分裂 大陆和统派强行把民族文化的同源 和受同一政府统治混为了一谈 还有一个网友中原不振 他认为台湾的选举告诉我 不是只有枪杆自理才能够出政权 原来百姓还可以投票选政府的 一人一票选举竟然不会天下大乱 没有党的领导 没有党委做坚强后盾 也可以参选直辖市的市长 竟然还可以当选 没有强力的维稳 不动用武力 也能够保持稳定 这是中原不振 他对台湾的民主 所发表的一个评论 还有一位Antony Lee 这位网友他认为说 他发出了一种警告吧 他个人的想法 不要相信美国 他说台湾被踢出联合国 当年就是美国搞的 台湾被逐步的边缘化 都是美国对中国政策所导致的 现在美国因为和中国打贸易战 所以打台湾牌 但他认为这是战时的 美国到时候还是会过河拆桥的 这是Antony Lee 这位网友他的个人看法 还有一位台北的黄先生 在我们身上等待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 台北的黄先生您好 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 你好 国庆坎华 蔡总统只有说 坚持民主自由 但是没有听到的据说 他要坚持法制 没有法制的民主自由 就是报应政策 也就是说黑色民主 所以说人家告诉为什么 那个习主席 他能够用书法的力量 去摆平那个西参会 把那个变运计划抓起来 就是看人家的书法 就是以台湾进步 话说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蔡主席 让蔡总统可以到大陆去 跟那个习主席 见见面 互相研究 他们的书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书法是怎么回事 现在说要书法改革 结果已经碰到铁板 好的 也改不动 要怎么办 好的 非常感谢台北的黄仙 深圳来电 我大致听明白你的意思 大家也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也希望 这个蔡英文总统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和习近平主席来进行会面 那我想请两位来宾 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 我们台湾的听众 还有这个网友们的评论 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方语 好的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提问 但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态势 就是说 现在世界上已经开始 越来越多的 这个所谓的所谓要 要围堵中国影响力 这样的一个趋势出现 例如说最近各国 有一个什么 五眼情报联盟 他们推出了要加强 这个情报交换等等 那还有很多 各个国家都有 像澳洲 纽西兰 德国 都有一些相关的 这个要围堵中国 就是防止中国影响力的 这个法律或政策出现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而且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个民主国家方面 有很多针对的 就是中国的这些政治现金 或是对于这个企业的影响 这些这个的防范 那所以说在接下来台湾要做的事情 当然有很多 必须要好好 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政策出来 这样子 那么那最后一个问题 我听不见 我听不见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在那个民主法治的部分 那其实 就是台湾其实就是已经在各方面的 这个民主政治方面的这个表现 都已经是世界上的 算是非常顶尖的这个水准了 那当然还有很多 所谓司法改革 或者更多的部分必须要做进行 但其实我们真的要对自己有信心 这样子 谢谢 好的 感谢方雨 也请台北的郁军 黄郁军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听众 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的评论 郁军 是 我觉得今天这个美国彭斯这样子的谈话 跟蔡英文总统的回应 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个表达出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对于中国大陆 目前的民主发展表示失望 第二个还是希望以引导为这个为这个为这个为未来发展的主轴 而不是这个所谓的妖魔化 或是这个真正的身高对抗 那不管是台北这边或华盛顿这边都是希望未来中国大陆能够走回过去这个国际持续的老路 这个才是不管潘斯或者蔡英文谈话 真正我觉得我们未来需要真正这个好好来推动的主要的内涵 那反过来的就是北京当局这一边 他在目前自己的判断当中 他是否真正的要走一个别于过去这个以美国领导 以民主为领导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秩序 我觉得此举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未来发展也不好 对于区域的这个安定也不好 那对于台湾来说我们当然会有很深的动荡 所以我才刚才特别提到 竟然潘斯也提到了台湾是中国未来民主发展的典范 那我就希望台湾这边能够扮演一个更深的角色 那希望未来我们真的能够把一些我们的经验 借取给中国大陆 然后真正的达成不管是两岸或是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好的 感谢玉君 我们上半场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想要请教两位来宾很简短 这样一个问题 刚刚提到说这个普世价值的一种对抗 也谈到说这个台湾筹码算比较少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每一把都下注 那我让我想到说最近这个美国华盛顿就有一位学者 这个国际战略技研究中心的这个资深研究员葛莱伊 他就建议说最近一个事件 就是让北京在这个普世价值听笔上再输一层就是这个孟宏伟 就是他们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主席孟宏伟突然消失和辞职 这样一个事情 台湾是不是也有一个机会能够重返一些国际组织 甚至说争取在以观察员的身份成为这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因为现在出现了这种 中国突然之间担任国际组织的这个主席就消失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想请两位来宾来进行很快的点评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想先请华盛顿现场的方瑜 好的那个关于这个参加国际组织的部分 因为过去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打压之下 就是台湾一直没有办法加入到绝大多数的国际组织 那我觉得在短时间内这个情形可能并不会改善的太快这样子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 其实在蔡政府上台之后的打压的那个程度是加大的 那我也不觉得说在就是光是一个就是孟宏伟的消失 能够对这个整个风向有太大的改变这样 但是有一点必须确定的是 台湾在争取加入国际组织的策略以及说法方面必须要更新了 因为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就是长时间以来就是以一种比较可怜的姿态 或者是比较就是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好好想一下的是就是要怎么样去 就是我们这个争取大家支持的这个方式跟说法 还有论述的方式都必须要再好好地再想清楚这样子 好 协方宇 玉君 我觉得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在现在新型的美中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conflict之下有一个新的思考的点就是 台湾是不是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民主的价值 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过去除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打压之外 台湾在这些国际组织上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这些民主国家的支持 正在美国现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在国际的不得人心 是不是台湾未来一个能够加入国际组织的气息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那我认为此时此刻的台湾应该要更大声地说出 我们对于加入国际组织的需求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我们应该要跳脱传统的 这个看待加入国际组织这样子的一些传统的思维 然后用一些新的方式 看我们能不能得到我们更好的结果 好的 感谢玉军 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相关讨论到这些暂时的告一段落 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 特席会是否真的有谱了 如果两人真的见面 台湾又是不是会再度成为双方谈判的一张牌呢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